大家好,欢迎来到幸福敲门,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,前男友在朋友圈官宣结婚那天,我被知道内情的同学灌了个鸣鼎大醉,事后闺蜜蒋月扛着我去她家,才躺到床上没多久,我就被连人代背地卷了起来,然后哐当扔在了地上,屁股摔到痛醒,我摸索着爬回床上,死死孤注另外半边的人, 死丫头,读书的时候非要跟我挤一个床铺,现在让我睡一下你的床怎么了?说着,顺势摸了她一把,你是平躺还是阳躺的,我怎么有点区分不出来?你想怎么区分?大概真是我喝多了,蒋月的声音听上去滴润清朗,居然有点像男人。 我的手继续往下伸,在触及一片壁垒分明的硬肉时停下。 哇靠,你居然还背着我偷偷练了马甲线。 撕,别乱摸。 听得出来,蒋月有点不高兴了。 但我比她更不高兴,谢一行那个狗男人今晚都洞房花竹叶了,你让我摸两下怎么了?信不信,你要是个男人,这会儿都已经在爸爸手里求饶八百回了。 哼,你确定?还敢挑衅我?为了证明自己,也为了吓唬她,我毫不客气地对她上下起手。 有那么一个瞬间,当机的大脑突然清醒过来,意识也慢慢恢复,差点没给我惊出一身冷汗。 不是蒋月,还没反应过来,对方一个翻身就将我压在了下面,低沉的嗓音透着蛊惑,不是想听我求饶。 天亮了,酒醒了,我望着睡在旁边枕头上的那颗脑袋,整个人彻底抹了。 叶宁啊叶宁,你是个什么辣手催花的恶魔,居然把蒋月的亲弟弟给摧残了。 可怜这孩子今年才二十。 十九,十八,我仔细回忆了一下,我好像还参加过她的升学宴,负罪感稍微减轻一些。 还好还好,不是未成年,不然我很有可能就要跟凡凡一块组队去采缝韧机了。 我巧摸下床穿好衣服,刚要准备开溜,背后传来一声懒洋洋的哈欠。 我姐这个点一般已经起来了,你不怕被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,就尽管开门出去吧。 她她她现在什么样? 我硬着头皮往回瞄了眼,不明痕迹遍布全身。 那个弟弟,我痛心疾首,差点给她跪下了,昨天晚上是我不好,我喝多了,脑子有点不清楚,你能不能看在我跟你姐多年交情的份上,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 她没回答,朝我露出一个无害又满是威胁意味的笑。 我姐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,会不会气得想跟你绝交? 那必然啊,要是我有个年轻貌美的弟弟让蒋月给睡了,我也恨不得当场掐死她。 为了挽救我俩岌岌可危的友谊,我试着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,那你看这样行不行? 我给你零花钱,三、四、五千。 她单手支着脑袋,似笑非笑的。 我直觉可能是不太够,毕竟蒋月家里也不差钱。 要么,另外在家,只要我不上班的日子,你跟你女朋友约会出行的接送我都包园了,你应该还没有驾照吧? 是我的错觉吗? 明明这条件挺诱人的,她怎么反而一副更不满意的样子了? 哎,弟弟的心思果然好难猜。 我俩这么对峙着,蒋月过来敲门了,边敲还边转动门锁,醒了没。 哎,你怎么还把门给锁上了? 我吓得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了,偏偏床上的人还一脸云淡风轻,好像就指着蒋月来给她做主似的。 弟弟,这回我真跪下了,只要你能帮我瞒过蒋月,下半辈子我一定给你当牛做马。 随叫随到,随叫随到。 她似乎对这四个字格外感兴趣。 我立即点头如捣蒜,嗯嗯嗯,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,甭管是哪天你需要,一个电话我肯定,怎么越说越不对劲。 好在她也没在意,只是笑着说了句等着,然后翻身下床,抓过被子就盖在了我头顶。 等我把自己的脑袋扒拉出来,她已经穿好衣服走过去开门了。 咦,蒋星泽,你什么时候回来,她为什么会在我房间里? 蒋星泽先发致人,直接把蒋月给问蒙了。 她支支吾吾了好半天,才解释说,宁宁昨晚喝醉了,我就把她给带来了吗? 你平时都住宿舍的,谁知道会突然回来啊? 下次没有经过我的允许,不准。 蒋星泽撂下这么一句,就去卫生间洗漱了。 蒋月进来瞄了眼一半挂我身上,一半掉在地板上的被子,直接飙脏话,我靠,她就让你睡地上啊。 我有点心虚,含含糊糊地压了一声。 这下蒋月更气了,好歹把你抱沙发呀,睡地上算怎么回事? 哎,我弟这号算是炼废了,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,以后也是住孤生的命。 我想说,姐妹,你想多了,如果知道你弟在床上什么样,你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担忧的。 但我不说,因为我惜命。 蒋月说,中午一块儿吃饭。 我还以为就我们两个人,结果出门的时候,蒋星泽也跟来了。 反正他也要吃饭,不如就一起了。 宁宁,你没意见吧? 啊?没,我不敢拒绝,生怕得罪了蒋星泽。 但也不敢开口,怕自己一个绷不住就在蒋月面前招了。 只想夹着尾巴,安安静静地做人。 但蒋月偏要找话题,活跃气氛。 怎么不说话,你们俩以前不是挺熟的吗? 蒋星泽,你还记不记得你有一盒子卡片,那都是小时候宁宁骗你换零食换来的。 那会儿爸妈上班忙,我又要去舞蹈班,把你放在宁宁家,你俩还天天一起洗澡呢? 都是互相看过国体的人,能不能别这么别别扭扭扭的。 我赶紧戳了杯奶茶,把蒋月的嘴给堵上。 天天蒋星泽这时候笑了,一游所指地点点头,确实。 救命,他好像在内涵我。 还好老板上菜够快,及时终止了这涉死的话题。 但等看到桌上的菜,我又瞬间不淡定了。 蒋月甚至拉住老板问,是不是上错了? 我没点这个烤羊腰,还有烤生蚝啊。 我点的,蒋星泽在我们震惊的眼神中,慢条丝里地拆筷子。 不得不说,同样都是心里有鬼,他这心理素质可就比我强太多了。 蒋月若若问,蒋星泽,你谈恋爱了? 女朋友已经狂野道,需要你吃这些了。 蒋星泽没承认,也没否认,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,笑里藏着刀,是挺狂野的。 好了,我死了,我已经不配狗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 谢天谢地,这顿饭总算是吃完了。 眼看着蒋月进小区,我就近找了家药店,问店员买玉婷。 出来的时候,迎面撞上蒋星泽,他已在电线杆上静静地望着我。 但我又记得他刚才走的分明不是这个方向。 回学校吗?要不要我送你? 我一秒钟进入角色,狗腿地替他打开车门。 蒋星泽却没动,盯着我手里的塑料袋,颜色有点沉,买的什么。 哦,避孕药? 反正都被他看见了,我也没打算藏着掖着,拆开包装,准备当场吞下去。 余光里他有些欲言又止,但到底还是开口了,这玩意儿不是对身体不太好的吗? 那也比怀孕好啊。 我觉得这家伙可能是自我道德约束感太强了,毕竟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女生吞臂孕药多少有点渣男的嫌疑。 于是我安慰他,弟弟,我已经犯下一个滔天大错了,总不能再犯第二个。 你放心,姐姐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小女生,一定会做好后勤工作,绝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的。 奖兴泽没说话,看我的表情好像很无语。 等我想再次确认他到底要不要我送,他又忽然开口了,别乱叫,谁是你弟弟。 然后,转头走了。 莫名其妙的,之后的几天,奖兴泽都没找过我。 我跟奖月打电话发微信,也没察觉出他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,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翻篇了。 谁知过了一个礼拜,手机里突然多了两通未接电话。 我在洗澡没听到,短信紧跟着就发过来了,不是说随叫随到。 耍我的,头都来不及擦,我赶紧给他回消息,您有何吩咐。 蒋兴泽,您。 我,不是不让叫弟弟吗? 蒋兴泽,也行。 他又发过来一条,周六我有场篮球赛,到时候你过来,见了我的队友,记得保持尊称。 什么篮球赛? 让我去干嘛? 但我等了好一会儿,蒋兴泽也没回复。 我又不敢打电话去问,怕蒋月现在就在他边上。 吹着头发琢磨了一会儿,很快,我想明白了,蒋兴泽该不会是缺个加油打气的氛围组,想让我顶上吧。 不瞒各位,大学的时候,我就是啦啦队队长,还代表学校去参加过市里的比赛,拿了个挺不错的名次。 是蒋兴泽告诉他的吗? 蒋兴泽应该不知道我的黑历史才对啊。 哎,没办法,谁叫我欠了他的,顶上就顶上吧。 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以前的队服,连夜清洗干净,又在网上下载了几套最新的健美操视频,一有空就跟着练练。 到了周六,我全副武装地杀去了蒋兴泽他们学校的体育馆。 但因为路上堵车,到的时候,比赛都已经开始了。 我手里捧着两颗大花球,一身紧身的亮片队浮在场馆灯下闪着光。 可能是这打扮实在太显眼了,走到观众席,居然还有人主动把前排的位置让出来。 我赶紧跟人道了谢,然后开始在球场上那群大高个里寻找蒋兴泽的身影。 他跟蒋兴泽一样,皮肤都白得要命。 即使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篮球服,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。 偏偏球打得也不赖,一记漂亮的三分跳投,顿时引得场边上的小姑娘们尖叫连连。 哼,没出息,要追男生就勇敢大胆地上啊,隔那么大老远朝他抛媚眼有什么用。 我有点恨铁不成钢,决定亲自给他们示范一遍。 于是抖了抖手里的两颗花球,朝着场上大喊,蒋兴泽,给我冲。 蒋兴泽还真听到了,跟我对视的一刹那,他的表情好像见了鬼。 然后他手里的球,就被对方给运走了。 我听到他的队友在疯狂吐槽,泽哥,你搞毛,丢球给谁也不能丢给那个七号啊。 他不止泡过我妹,还跟老子抢过女朋友。 啊这,那我精心准备的应援拉拉操还跳吗? 我决定还是不了。 万一影响到他们输了比赛,可能会被定在这个学校的耻辱柱上好多好多年吧。 我安静如鸡,直到整场比赛结束,最终蒋兴泽他们已领先十多分的优势赢了。 他撩了撩一百擦汗,大胯部朝我走过来。 水,我蒙了下,我没准备。 但他也没等我,直接拿起边上我开过的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仰头惯了。 我刚想说那是我喝过的,听见蒋兴泽又问我,干嘛穿成这样? 不是你让我来应援的? 想多了,我只是觉得今天打完球会很累,懒得挤地铁回家而已。 很好,我又成功地射死了。 关键这小破孩怎么不早说清楚,多打两个字又不会少他快肉。 我正准备对他展开思想教育,一帮大小伙子突然朝我们围拢了过来,脑袋上还个顶个写着八卦这两个大字。 泽哥,这你女朋友? 嫂子是专业拉拉队的吧? 这装备挺牛逼啊。 我说泽哥,今天打球,怎么老分心呢?感情是光顾着看嫂子了。 我偷偷瞄了眼蒋兴泽,在债务跟姐弟这两种关系之间都不用多想,厚着脸皮开口,少没大没小的。 我是他姐姐。 啊? 泽哥姐姐长这样吗? 而且你看上去,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呀。 这话听起来像夸奖,我非常开心地接受了,并且抬头挺胸告诉他,谁说的,我可比你们大多了。 那人低头扫过我的胸口,笑里带着几分克制。 下一秒,我的头顶就被蒋兴泽的外套彻底罩住了, 他的声音听上去略显清冷,吃饭吗? 我饿了。 几个大小伙子纷纷说好,鉴于待会儿还得送他回家,我决定顺便去蹭一顿。 蒋兴泽闲热不想穿外套,我也懒得帮他拿,最后干脆套在了自己身上。 他的衣服干净又宽大,穿着差不多到我膝盖,还有一股挺好闻的金房味道,居然跟我妈的品味非常一致。 我惊了,怪不得我妈疼他跟疼亲儿子似的。 他们在学校附近找了家大排档,我坐蒋兴泽旁边,原本想当个安安静静的干犯人。 但架不住那群大小伙子的劝,喝了两杯啤酒,然后我的社交牛逼症就开始发作了。 又是划拳,又是暑期的,输了我就爆料点蒋兴泽小时候的糗事,很快跟他们打成一片。 但心里还是怕债主爸爸发火的,于是等炒面上来的时候,我主动帮他盛了一碗,还耐着性子挑掉所有的葱,才敢端到他面前。 怎么了?你不是不爱吃葱吗?我严重怀疑自己喝醉了,否则蒋兴泽怎么不动筷子,看我的眼神还怪怪的。 不管他。 我起身去了趟卫生间,上完厕所,又用冷水洗了把脸,才把上头的酒劲压下去一些。 出来的时候,听到他们几个正聊到我。 泽哥,珍妮姐,但你们两个长得似乎不怎么像啊? 要不是听他亲口说,我还以为是你之前玩真心话大冒险提到过的那个,什么什么? 有情况。我竖起了耳朵,正准备仔细听八卦,但在蒋兴泽的一个刀眼之下,对方也及时收了口,转而聊起别的来。 你姐性格还挺可爱的。 哎,她多大,有男朋友了没?要是没有的话,你看我当你姐夫成不成。 小样,还挺有眼光的。 我正好奇蒋兴泽会怎么评价我时,就见他慢条丝里喝了口水,说他有男朋友了。 在哪里?我怎么不知道? 臭弟弟也太不懂事了,但凡他能稍微努力一丢丢,我跟蒋月至于一把年纪还是单身狗吗? 我决定,等送完这趟就再也不理他了。 气鼓鼓地憋到散场,掏出车钥匙,然后才反应过来自己喝了酒,好像不能开车。 蒋兴泽在马路上跟我大眼瞪小眼,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,打车吧,我送你回家。 等等,到底谁送谁呀? 刚才我喝酒的时候,也没见他拦着。 上了出租车,我还是气不过,暗戳戳地戳他手臂,蒋兴泽,你刚才干嘛跟人家说我有男朋友了? 你到底知不知道,断人姻缘如同杀人父母,你现在在我眼里已经是仇人了你。 你就这么想谈恋爱?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迫切,被他直白地问出来,多少觉得有些难堪。 他顿了顿,像是妥协般的,稍稍放软了语气,他们跟你不合适。 我点点头,也对,都是小屁孩,等你们毕业,我都已经是混了四年职场的老狗了,确实不合适。 意识到自己居然是如此的缺乏竞争力,我突然就没了聊天的兴趣,蒋兴泽也没再开口,我们一路沉默,直到下车。 他把我送到家里,还帮我倒了杯水,搁在床头柜。 看着他那张极具竞争力的脸,我突然就很想问,蒋兴泽,你说我是不是很差劲? 什么? 我的狗前任,已经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了,我怎么连个男朋友也没混上? 你都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扎我的,我大学四年兼职挣的钱全让他给骗走了,还差点帮他去裸带。 老天爷不公平,一点都不公平。 说到激动处,我简直恨不得把蒋兴泽当成渣男暴打一顿,可他看我的眼神却很浓烈,像是带着某种别样的情愫。 他说,不差,是你自己不知道,只要你勾勾手指,会有很多人愿意来到你身边的。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,配合得伸了伸手指头,怎么勾?就像这样。 余光里,他好似没什么反应。 我回过头,刚要开口,被他突然落下的纹堵住所有字眼。 大脑好像停止了运转,我甚至忘了呼吸。 耳边只剩下心跳声,一下,又一下,乱得要命。 在蒋兴泽松开我,用那种勾人又要命的眼神跟我对视,准备重新吻下来的时候,胃里突然翻江倒海。 我没忍住,直接吐了他一声。 很好,叶宁,不愧是你。 蒋兴泽去卫生间冲洗了。 我也懒得管床上有没有沾到,闭上眼睛就开始装睡觉。 他很快出来了,把我抱到沙发上,还替我换了套新床单,才重新把我抱过去。 我从眼缝里看到他滴着水的八块腹肌,着实有那么一点点诱人。 差点又被美色所迷惑,但我把持住了。 直到蒋兴泽走,我也没睁眼,靠着装死躺赢了这一局。 可是他走了,我又失眠了,明明头昏脑胀地要死,却愣是整晚没睡着。 我不认为蒋兴泽会拿这种事情来跟我开玩笑,但他要是真的喜欢我,那又该怎么办? 光一想到蒋兴泽知道这件事之后可能会有的反应,我就觉得自己的狗头已经落地了。 躲是躲不过去的。 我憋了一晚上,最终给他发了条微信,大致意思就是随叫随到这项服务,太耽误时间,影响到我相亲谈恋爱了。 对他的歉意我,还是用其他方式来弥补吧。 末了,给他转过去一万块钱。 我想像蒋兴泽这么聪明的人,总能明白我的意思。 结果他确实不复所望,不仅没收我的钱,就连消息也没回。 妈蛋,亲我的时候还挺寒情默默的,一被拒绝就这么翻脸无情。 现在的弟弟,果然都是我惹不起的存在。 我没再管这件事了。 该吃吃,该喝喝,心情似乎也并没有受多大影响。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,有次我去蒋兴泽他们学校附近办事,出来的时候,听见两个大高个儿在朝我喊姐姐。 嗨,你们好呀。 我认得他们都是跟蒋兴泽一起打球的队友。 他那小子也在附近,我打完招呼就准备开溜。 他俩一左一右地驾住了我,把我推进出租车里。 姐,来不及解释了,先跟我们上车。 泽哥还等着你去救命呢。 什么情况?有这么严重? 路上,我被夹在中间,听他们左一驱右一驱的,总算是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石墨。 大致来说就是,蒋兴泽打人了。 还是在餐厅里,打了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路人。 对方甚至都没跟他有过任何肢体接触,就只是坐在旁边的餐桌上跟自己朋友吃饭而已。 到了警察局,蒋兴泽也拒绝配合一切调查。 这两位小同学没法子,准备回学校去找他亲属的联系方式,没想到直接撞上了我。 好家伙,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,这辈子居然还要冒充别人去警察局开家长会,但不是我也得是蒋岳去,我硬着头皮只能把这件马甲穿到底了。 心里还在默默吐槽,蒋兴泽是有什么大病吗? 好端端的干嘛打人啊? 走进警察局的时候,我满脑子琢磨着该怎么给对方赔礼道歉,结果一见到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,立马就想改口夸一句打得好。 这也太冤家路窄了,居然会是谢一航那个狗男人。 叶宁,怎么是你? 谢一航看看我,再看看目光同样落在我身上的蒋兴泽,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 事情就这样和平解决了。 我想,他也没脸追究蒋兴泽的责任。 送别那两位小同学,我把蒋兴泽叫上车,又没惹你,打他干嘛? 他提你了。 蒋兴泽回答得言简易改,但我能想象到谢一航是怎么说我的。 他这人一向就有口嗨的毛病,不管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,还是没发生过的,他都会添油加醋地讲给他朋友听,以前我就很反感。 想到蒋兴泽毕竟在替我出头,我的语气稍微好了点,都是假的,你当他放屁不就行了? 嗯,我知道,我诧异了,你怎么知道的? 蒋兴泽喉结滚了滚,看我的眼神有点晦暗不明,我就是知道。 我妈了,少年,你懂得还挺多,知道是假的你还揍他。 叶宁泽,他都当着我的面这么侮辱你了,不做他,我还是个人吗? 这是蒋兴泽第一次叫我的名字,不知道为什么,我心跳得厉害,脸也烫得不像话。 然后,我赶紧催促他,滚滚滚,我要回公司上班了,你该干嘛干嘛去。 蒋兴泽懒洋洋地坐在副驾时没动,刚被他踹了两脚,短时间内估计是爬不了上铺了。 我咬牙切齿,保持着最后的耐心,行,那我送你回家。 你想被我姐看到我这副样子,顺便了解一下是跟谁打的架,这也不行,那也不行的,我不伺候了。 你到底要去哪里?去你家。 我严重怀疑这小子是拿上次的事情吃定我了,可是有什么办法? 我就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,啊呜呜呜,先说好,我就一个房间,你要住只能睡客厅,而且客厅没暖气,等你好了就立马回学校,不许赖在我那里。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倔强了,蒋兴泽答应得很爽快,为了表明我有多不情不愿,我特地没送他回家,只把钥匙留给他,让他自己打车回去。 下午上班的时候也一直在想,反正白天我都在公司,傍晚回家把房门一关,他在与不在根本没任何区别好吗? 誓言力得很好,打脸也来得很快。 因为当天下班回家,我就发现蒋兴泽做了一桌子菜,都是我喜欢的口味,而且闻着味道跟我妈做得很像,尝了尝,味道更香。 这也太是那个了,我一口气干了两碗大米饭,吃完才想起来问他,你怎么做菜跟我妈一个胃? 就是跟叶妈妈学的。 蒋兴泽吃饭可比我优雅多了,慢条丝里,游刃有余的。 不像我,鸡爪啃到脸都变形。 我又是羡慕,又是嫉妒,嘴里哼哼唧唧的,你一个大男人,没事学做菜干什么? 你不是已经吃到了吗? 我耿住了。 自从那天蒋兴泽亲瞒我以后,他好像越来越不掩饰自己的意图了。 放下筷子,我擦了擦嘴,很认真地跟他说, 蒋兴泽,你是不是觉得我没跟谢一航睡过,却跟你睡了,爆棚的道德感让你特别想对我负责。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没人会在意这些的,你还小,又那么优秀,以后会遇到很好的女孩子,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,好吗? 他眼里原本带着光,但在听完我的话以后,那些光一点一点地暗淡下去了。 我觉得自己好像个渣男,渣了一心向着我的田螺姑娘。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,做好了蒋兴泽已经自觉离开的准备。 结果他不仅没走,还把早餐给做好了,顺便收拾了客厅。 你怎么还在?是我昨晚说得不够明白吗? 这小子怎么好赖不分呢?不然我应该去哪里? 蒋兴泽从冰箱里拿出牛奶,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,仿佛全然不济的昨晚的事。 既然如此,就别怪我重新给他提个醒,反正昨晚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,要不要继续留下那是你的事。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,这根本改变不了什么的,你别抱有太大的期望就成。 他笑了笑,点头说,行。 吃早餐的时候,我见到他偏过头去咳嗽了两声,感冒了。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,北京的冬天,客厅里没个暖气,确实挺难挨。 他止住咳嗽,转过头来看我,关心我。 关心你个头。 我三两口把包子塞进嘴里,出门上班去了。 话虽这么说,但我到底是记挂着这件事的,原本还打算去药店给他买点感冒药,想到这样容易剪不断理还乱,干脆狠狠心不去管他了。 到家的时候,桌上摆着温热的饭菜,蒋兴泽窝在沙发里,他的额头有点烫。 真是败给他了,我赶紧拉他起来,蒋兴泽,你好像发烧了,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? 蒋兴泽往回拉了我一下,他的声音因为感冒而透着一股子慵懒低沉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谁感冒还去医院的? 睡一会儿就好了。 这话听上去怎么有点耳熟? 我都没来得及开口,蒋兴泽又说,放心,我吃过药了,你快去吃饭吧。 姐妹们,吃人的那必定是嘴短的。 我也不知道是脑子里的哪根筋搭错了,脱口而出就是一句,要么,你去我房间里睡。 下一秒,蒋兴泽原本散漫的眼神突然聚焦到了一处。 我赶紧解释,别乱想,就是邀请你进屋分享一下暖气而已,要是敢碰到我的床,直接手给你打断。 蒋兴泽笑了,是你别乱想,好歹等我有力气了再说。 妈的,我严重怀疑自己是在引狼入室。 好在蒋兴泽这小子还算老实,自己打了个地铺,玩会儿手机就开始睡觉了。 我在外面磨蹭到十点多钟才进去,躺下后不久,屋子里突然陷入一片黑暗,吓得我整个人都坐了起来。 怎么了?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个人在,我才稍微缓了缓神,没什么,你干嘛突然把灯给关了? 以为你睡了就关了?怎么,你怕黑呀? 我切了一声,只要你不怕我等会儿起来上厕所踩到你就好。 那一晚,大概是想到很多过去的事,我竟然有些失眠。 比起失眠更恐怖的,是第二天周六,这意味着我得全天24小时跟蒋兴泽待在一起。 去他的24小时,我选择出门逛街,我约了蒋月,结果蒋月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, 我怀疑蒋兴泽跟他那个女朋友又和好了,因为这个周末,他居然,没,又,回,来。 想到出门前,蒋兴泽正躺在我的卧室里玩手机,我顿时安静如鸡,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 蒋月自顾自的感慨,哎,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女生,把我递迷得七婚八素的,上一次他俩闹分手, 他愣是整整一个月没跟我说过话,有机会真想见识见识。 我有点佩服蒋月的脑洞,毕竟蒋兴泽现在是连毛都没有的单身狗。 缩了口奶茶,我旁敲侧击地打听,那你希望蒋兴泽找个怎么样的女朋友啊? 蒋月撇撇嘴,这事轮得到,我来希望吗? 蒋兴泽主意可大了,他喜欢的人,谁敢反对啊? 我有点意外,如果是个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女生呢? 你爸妈也不管,你的意思是富婆。 蒋月居然双眼放光,我妈了,赶紧打住他,倒也没有这么夸张,就是那种, 嗯,跟我们差不多大吗?跟我们差不多? 那不就四五岁,这也能算大? 蒋月显然不认同我的看法,要我说,我们这年纪的青熟龄女性还看不上蒋兴泽那种小屁孩呢, 能带回家一个算他牛,我爸妈估计都得高兴疯了。 啊这,怎么跟我预想的有些不太一样? 那天,我跟蒋月吃了晚饭才散的,我把车开到小区附近的停车场, 走了一段才发现,前面巷子里的路灯坏了。 望着那条漆黑无比的永道,我又很长时间都迈不开腿。 曾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我被蒙住了双眼,走过一段很长又很绝望的路。 我只知道那条路很黑,路的尽头是我要脱光了衣服,举着身份证拍照。 那种恐惧感仿佛会影响人的一生,直到现在,我都不敢独自陷入黑暗当中。 然后,我见到了蒋星泽,他举着手机,用光撕开那片黑暗。 你怎么来了? 刚在窗口望见这边煤灯,想着你也许会怕黑。 他把手递给我。 鬼使神差的,我握住了他的手。 他的手很修长,干净又温热,仿佛带着某种安定人心的力量。 我想到几年前的那个下午,走到路的尽头,我突然就后悔了,告诉他们我不带了。 在这条小巷的尽头,我也做了一个决定。 蒋星泽,你来真的吗? 蒋星泽跟我对视良久,笑了,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来假的? 好像也是。 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跟他说清楚,我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。 我比你大了四岁,看人的眼光还不太行。 他用一个拥抱打断我的话,买手在我井间,轻声低难,夜宁。 你很好,我很喜欢。 我跟蒋星泽就这么在一起了。 但关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告诉蒋月,我心里始终有些拿不定主意。 蒋星泽说,他去解释,被我拒绝了。 我跟蒋月从穿开裆裤认识到现在,如果连我谈恋爱的消息他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, 这性质可能会比我诱拐了他的亲弟弟来得更严重。 伸头一刀,缩头也是一刀。 我决定早点豁出去了。 周五那天,我送蒋星泽回家,进门我就死死抱住蒋月的大腿。 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,之前你以为蒋星泽谈了个女朋友? 那个人其实就是我,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还没多久。 是你说能领回一个年纪比他大的算他牛,我才答应他的。 虽然我俩已经当朋友,当了二十多年,但我觉得我给你当弟妹,好像也还成吧。 你说啥?你跟蒋星泽在一起了? 蒋月的声音居然是从楼上传来的。 那我抱着的这条大腿又是谁的? 我战战兢兢地抬起头,看到了一张七分像蒋月,三分像蒋星泽的脸。 完了完了,我只是单纯地想坦白个恋爱啊,怎么就莫名其妙变成见家长了? 蒋星泽走在我后面,见到这一幕,也有些意外。 妈,你怎么来了?陪你爸爸来开研讨会啊,顺便看看你们姐弟俩,没想到还能撞见这样的好事。 蒋妈妈看我俩的眼神,那简直就像是在线科CP的迷妹似的,看得我都不好意思。 蒋星泽大概也觉得别扭,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。 妈,别吓她。我喜欢宁宁都来不及呢,怎么可能会吓她? 蒋妈妈称怪地瞪了她一眼,这也就是你年纪小,以前我不敢往这方面想,还算你小子干得漂亮。 蒋月在楼上崩溃地大喊,妈,你们一个两个的,干嘛都惦记我朋友? 我被留下来吃晚饭了,虽然从小在蒋月家蹭饭过无数次,但我发誓,这绝对是我吃过最规矩的一顿。 大闸蟹我都忍住没下手,怕吃得满嘴满脸都是,给蒋妈妈留下不好的印象,虽然这场景她可能已经看了二十多年了。 好在蒋妈妈并没有戳穿我,收拾完屋子还顺带把蒋月给拎走了。 蒋星泽让我在客厅里坐一会儿,她去了厨房。 出来的时候,手里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刚就觉得你没吃饱,又不敢劝你多吃。 诺,蟹黄拌面,尝尝看跟叶妈妈做的味道是不是一样。 她不仅煮了面,还包了好几只大闸蟹,蟹黄蟹肉铺了满满一层,让人看了就想流口水。 哇,蒋星泽,你也太好了吧?我简直感动得痛哭流涕。 蒋星泽单手脱腮看着我吃面,那你要不要考虑奖励我一下? 你想要什么?这么乖巧听话,想要天上的星星我也摘给她呀。 我感冒好了,姐姐要不要亲我?这声姐姐叫得我差点没端住晚,你不是,不喜欢我叫你弟弟的吗? 以前是因为想追你,不想让你把我当作弟弟看待。 现在嘛,她扶紧下来,热气喝在我的脸颊,边说边吻下来。 是为了让你上头,救命,她好会。 以往的春节,都是我跟蒋月轮流开车,带上蒋星泽一起回老家的。 今年也不例外。 唯一不同的是,以前蒋月做副驾驶,现在换成了蒋星泽。 天天蒋星泽还不闲着,时不时地帮我递个水,再包个橘子啥的,看得蒋月目瞪狗呆,差点自戳双眼。 我说你们两个,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? 尤其是你蒋星泽,你的高冷呢? 矜持呢? 你看看你那不值钱的样。 蒋星泽把最后一半橘子塞进我嘴里,慢条丝里地拿纸巾擦了擦手,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 以前有宁宁给你垫背,今年她脱单了,就连我也脱单了,你觉得自己这个年能好过? 蒋月气疯了,直接朝她扔过来一个橘子,蒋星泽,我杀你全家。 蒋星泽稳稳接住,转过头去冲她笑,那我建议你先自裁。 两家的爸妈早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回来了,掐算好时间,一块儿在小区门口等着。 半年没回家,我只想当我妈的贴身小棉袄,我妈却越过我,直接走到了蒋星泽面前。 阿泽,累坏了吧,怎么拎这么多东西? 凝凝她就是在你面前装懒,其实力气大得很,搬水扛迷,比她爸都强,你别这么惯着她。 是我亲妈? 蒋月也颓废地扑到我妈怀里控诉。 叶妈妈,蒋星泽把我的凝凝拐走了,还嘲笑我是单身狗。 我妈安慰她,没事没事,叶妈妈加入了一个本地相亲群,里面有好多优质男生,既然宁宁用不上了,那这些就全部都是你的。 蒋月最烦相亲,一秒钟从我妈怀里停起来,叶妈再见,我回家了。 这一年的年夜饭,我们两家人是一起吃的。 我妈跟蒋妈妈联手准备了一桌好菜,两家的爸爸都喝大了,一口一个亲家公,比谁叫得响亮。 吃过饭,几个长辈分别给我们派了新年红包,虽然往年也都有,今年的摸起来特别厚。 蒋妈妈还特地把我叫到她的卧室,送给我一只绿幽幽的翡翠镯子。 当着她的面我没好意思拒绝,回头跟蒋星泽在院子里放鞭炮的时候,忍不住问她,你妈妈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了? 万一哪天我们俩分手了怎么办? 分手?为什么要分手啊? 我仔细地想了想,跟她陈述理由,你看,过完年你才二十一, 大学没毕业,心思不定性,有个漂亮的学妹跟你勾勾手指,说不定你就跟人家跑了呢? 蒋星泽笑了笑,没回答,突然拉住我的手,走,我带你去看个东西。 我被她带到了卧室。 蒋星泽从床底下扒拉出一只铁皮盒子,看上去有些年头了,外壳秀极斑斑的,但保管得还算是不错,一粒灰都没沾上。 我看着她把盒子打开,露出里面的东西,不由得有些惊讶。 这不是小时候,我拿来跟你换零食的那些卡片吗? 还都是些重复的,我不要的卡片。 也就蒋星泽傻乎乎的,愿意拿她的进口零食来跟我换。 还有这些,蒋星泽拿出另外一打白色的,看着类似超市小票的纸张。 那上面的字迹都已经磨损得快要看不清了,隐约有几串数字,代表的应该是年份。 蒋星泽解释说,这些都是你跟我解上了高中以后,只要跟你见过面,我都会收藏一张当天的小票,一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。 我跟蒋岳是在外地读的高中,寄宿制,除了寒暑假,平时很少回家。 偶尔回来的时候,也会带上当时还是小屁孩的蒋星泽一起去吃个肯德基,麦当劳,没想到他连那么久远的小票都收着。 我想起他那跟我妈几乎一模一样的做菜手艺,突然意识到,这也不是三两天就能学会的东西。 蒋星泽,你,他把食指放在我唇边,示意这话由他来说,我喜欢你很久了,所以分手是不可能的,好好戴着镯子,当我妈的儿媳妇吧。 自从给叶宁看过床底下的那个铁皮盒子以后,他经常会问我,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。 但说实话,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 好像从我有记忆以来,我就是在叶家长大的。 我们两家是邻居,那时候爸妈工作忙,就会让叶妈妈帮忙照顾我。 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以为叶妈才是我的亲妈妈,叶宁是我的亲姐姐。 大家只记得叶宁小时候拿重复卡片跟我换零食的事,但其实不是。 她对我很好,也很有耐心。 每次叶妈拿零食出来,她都会说让弟弟先吃。 她会帮我包香蕉皮,还会记得我的喜好。 甚至就连骗我的零食,也一定要哄到我答应为止。 但凡我表露出一丁点不高兴的意思,她就灰溜溜地回家了。 最可爱的是,连她自己都忘记了这回事。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在那么小的年纪就丧心病狂地喜欢上了叶宁,但如果喜欢有萌芽,大概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吧。 后来她跟我姐去了外地读书,每次回来我都很乐意跟着,爸妈还以为我跟蒋岳感情好,只有我觉得他们想太多。 没看到我姐不在,我过得有多开心自在。 但说来也很奇怪,只要一见到叶宁,我的内心总是安定又雀跃,在她旁边写作业效率都高得出奇。 当时我没想过要跟她怎样,单纯地收藏这份心情而已。 我读高一那一年,叶宁谈恋爱了。 对方是个比她大两届的学长,听说长得又高又帅,还没毕业就签了世界500强offer, 总之被我姐夸得天花乱坠。 不过,我姐很快又开始骂她了。 据说她被同事带去了什么赌场,一夜之间输掉30万。 都是男人的虚荣心在作怪而已,她说不去别人还能按头让她赌吗? 我猜她很快就会找叶宁借钱,但没想到她这么无耻,居然叫叶宁去裸带。 我姐骂骂咧咧地在家里筹钱,还盯上了我的零花钱。 先借姐姐用一下,过年给你利息怎么样? 我知道她不会还我,压根也没打算让她还,只是好意提醒。 我这里只有两万,再加上你的,我看了眼她自己的。 算了,比我还少,真不知道她平时都在花什么,连零头都凑不够,你确定有用? 那也比没有强。 我姐揣着钱走了。 过了两天,我听她打电话,得知叶宁在临门一角的时候反悔了,居然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 可结果,她们并没有分手。 我瞎了。 我姐说,谢一航除了那次赌博,好像也没别的毛病。 你不知道她为了挽回宁宁,做了多大的努力? 我觉得,以她这个智商,还是别谈恋爱了。 大学毕业,老老实实等家里安排相亲吧。 一个男人连底线都没有了,还要努力,有什么用? 得知她们分手的消息,是在我高三那年的暑假。 我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985,爸妈都挺高兴的,还在酒店里摆了好几桌。 那天叶宁也来了,吃饭的时候却一直心不在焉。 我瞄到她手机微信的对话框。 她发了很多消息给谢一航,那边始终没有回。 后来,我去上厕所,出来听见她在电话里跟人起争执。 好像是谢一航瞒着她偷偷辞掉了北京的工作,跟一个白富美跑回天津老家了。 这家伙,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美底线。 叶宁发现我的时候挺慌张,但一秒钟又恢复了笑脸,若无其事地恭喜我考上大学。 她握着电话的手一直在抖,好像快要绷不住了。 要命,我居然觉得自己比她还紧张。 能送我去体育场吗? 等会儿,我跟同学约了打篮球。 我不知道自己能为她做什么,带她离开这里,不用在这些亲戚长辈面前强颜欢笑,是不是有用。 我第一次这么深刻地认识到,小屁孩这种身份还真是受限。 那天叶宁送我到体育场之后并没有马上走,她的车就停在场馆大门外。 我打球输得一塌糊涂,脑子里一直控制不住地在想,她一个人坐在车里干什么。 哭了吗?她这么爱笑的女孩子,哭起来得多要人命。 上了大学以后,有不少女生追我,但我连她们的微信都懒得家。 我也想过要不要试着追叶宁,又觉得她跟我姐应该会把我当成神经病看待。 她大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出来,这期间我不会去打扰她。 反正我姐每次打电话,嗓门都大得要命,她自以为是在讲悄悄话,其实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 叶宁搬家了,换了工作,还升职加薪,就连她们平时做美甲那家店的价目表,我都快背熟了。 我庆幸我姐干的不是保密工作,不然整个组织很有可能因为她而折进去。 之后放暑假,我一个人回老家,连我姐的电话也听不到了。 那就去叶妈家里陪她喝茶聊天,做菜的手艺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。 我甚至还问她要了金纺的牌子,因为叶宁身上总有一股好闻到让人想靠近的味道。 这算暗恋吗?不然我怎么总干一些傻逼事? 但我没想过这份暗戳戳的心思居然还能得见天日。 那天是周五,我到家的时候差不多晚上十点,远远望见床上躺了个人。 见鬼,为什么我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叶宁? 她喝了不少,一身的酒气,我想把她抱到我姐房间,她自己滚下去不说,还把我当成我姐一通乱摸。 真要命,可我不想给她反悔的机会,不就是谈个恋爱吗? 跟别人可以,我为什么不行? 后来发现她并没有被人欺负。 原来她也不傻,没被渣男骗到,连骨头都不剩。 她想装作无事发生,为此还给我开出了不少福利。 我同意了,反正我也没打算那么早让我姐知道。 跟她保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,没事的时候拿话逗逗她,这感觉还挺不错的。 但我又发现她偷偷去买避孕药。 听她一口一个弟弟,一口一句你放心,我心里突然很烦躁,还觉得自己有点渣。 还是先追她吧。 我想,至少得让她知道,我是认真的。 我让她来看我的篮球赛。 结果她穿得像个闪耀的灯球,还在看台上大声喊我的名字。 那场比赛,我差点被对方七号给打爆,队友的吐槽听得我耳朵都快要骂了。 还好赢了。 我队友都好奇叶宁的身份。 原本我想说朋友,被她抢先一步,说成了姐弟。 还非要抬头挺胸,说得理直气壮,不知道现在的男大学生脑子里都是颜色废料。 没办法,我只好把她裹起来。 几杯酒下肚之后,我队友开始追问她有没有男朋友。 那个时候我在想,不可能了。 我不会允许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追到她,所以在她朝我勾勾手指的时候,我忍不住吻了她。 叶宁想要跟我划清界限,还给我转了一万块钱。 我笑了,在她眼里我居然还挺值钱的。 那之后,我没再联系过她,在家也拒绝跟我姐有任何交流,不想听她打电话。 我怕一听到叶宁的声音,我会忍不住想要去找她。 如果她真的不喜欢我,这大概就变成了一种困扰。 至于谢一航,我想揍她很久了。 那么巧她就跑来北京出差,还在餐厅里被我遇到。 我听她跟她的朋友聊天,居然还扯到了叶宁身上。 很好,我按着她的脑袋就往地上打。 我两个队友都有些傻眼,好在还知道帮我嫁住谢一航的朋友。 更给力的是,去了警察局之后,他们居然还把叶宁当成我姐带过来了。 我其实有点怕叶宁跟谢一航见面。 甚至还想好了如果她没骨气地一直盯着她看,出去之后我就带她上医院洗脑。 但她没看,全程傲娇地像只小孔雀。 听到我叫她名字的时候,还会害羞地耳朵尖尖都在发红。 那模样简直可爱得要命。 我突然在想,她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吧。 或许,我可以再试试。 再无赖一点,厚脸皮一点。 我直接赖进了她家里。 虽然待遇是睡没暖气的短沙发, 但只要能跟她待在一起,这都不是事。 叶宁仍旧会拒绝我,又忍不住地关心我。 我知道她只是嘴硬心软,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砍罢了。 我愿意等,多久都行。 但幸运的是,她没有让我等太久。 在一起那天,她大概以为我想亲她, 但我只是抱了抱她,居然有点小失望。 则,真可爱。 我俯在她的耳边低声说, 感冒呢,等好了再亲你。 未来还有那么长, 以后的每一天,我都可以亲她。